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元醫生 我們知道 從你開始回來香港 成立過大肯自然健康中心 二十幾年之前的時候 你都曾經做過有幾個 關於教育的錄音帶 其中一個 就是發燒事有事敵 這個當時來說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都很震撼性 大家都很擔心我們發燒究竟會造成什麼的後果 但你的觀點就是 他是我們一個朋友 發燒其實是我們一個朋友 究竟我們人需要發燒 但發燒現在最新的資料顯示到 發燒可以為醫癌 元醫生你可不可以在這方面 和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究竟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待他們 或者是要怎樣處理呢 而令到我們可以好好的認識我們的身體呢 如果大家認識我們的聽眾 都知道 我們很多年前 曾經我製作了四餅錄音帶 是一間公司特別幫我們製作的 當時還用那個錄音帶 其實是大 即是你知道幾年前的事 我們有四輯 其中一輯就是發燒事有事敵 還有一輯就是健康飲食法 同一個叫同類療法 還有一輯就是住何選擇適當的醫療 基本上我们早期都建议病人去认识这四病带的内容 差不多我建议所有病人自己买回来听 现在我们将这四辑都放在我们原网台的一个特辑里面 所以听众可以重温都还可以或者是首次接触的未知道的 其实可以上我们的网台那里可以听到资料 是的 但现在我们这次跟大家所分享是说高温治癌症 这个层次可能很多人都想都想不到的 没错 那大部分人都看到发烧到腾腾症 经常有种错误观点 发烧太高就会烧坏脑 虽然我也跟大家这次再强调 在医学历史上是没有一篇医学文献曾经证实过 发烧本身 高温本身是能够导致你损坏你的脑子 当然你可能会患脑炎 脑膜炎 这可能会破坏你的脑袋 但这不是因为烧 烧是身体一种防御的手法 看回历史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希波格拉底 是我们西方医学之父 这位医学家大概是在公元四百年前的医学家 他曾经说过几句经典的说话 他说如果一些病是用药医不到 那就用铁去医 铁就是开刀 医不到就割掉它 开刀这个观念在医学之父祖言都有提及 但如果开刀都医不到的 就用火来医它 如果火也医不到 那些就没得医了 希波格拉底指这个火究竟是什么呢 火就是很明确说温度 这位古希烈医学家 我们也认为西方医学之父 他曾经亦说过 如果你能够给我能够制造发烧的能力 我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病 哈哈哈哈 能够赴予我能够制造发烧的能力 我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病 嗯 那好了 那到底这句说话呢 就是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 那今时今日呢 我们都知道了 男性是一个差不多是杀手 就是一个 总之是人听到很震惊的一个病 一个名词 是的 那大家知道了 现在差不多是男性呢 每2.3位男性有一个会有癌症 是 2.8位女性有一位有个癌症 那在美国啦 最近早上呢 死在癌症每年都有成五十万人的 嗯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杀手 那但是希波格拉底 遇穿四百遇穿 他说呢 你能够制造发烧呢 其实我其实我癌症都知道的 那好了 那到底这个有没有根据呢 是 是 那在我们那病发烧是有是敌呢 其实呢 那病大呢 我们就讲追溯的历史 是 其实呢 在医学上呢 在古历史上的医学界呢 一向呢 都认为发烧呢 是好的 是 是我们的朋友来的 是 我们就靠发烧呢 就治疗很多病的 是 那直至到呢 我们开始 发现了 是 是 那个水阳酸 就是所谓亚时不灵的前身 那就是说呢 我们开始有些所谓的退消药了 那医疗的观点呢 就开始慢慢转的 是 那转到呢 就说呢 发烧就当为敌人了 那为什麽呢 就可以卖退消药了 是 是 那所以一直以来呢 就是已经在近代医学史呢 已经那些人都开始 就以为发烧是危险的 那但是到1970年尾呢 那麦芝根大学有一位教授呢 叫Professor Matthew Krueger 那他呢 就做了很多一连串的实验呢 那他呢 就是做什麽 用一些蜥蜴 来做那个发烧的实验 那你知道啦 蜥蜴的温度呢 是要靠什麽呢 是要靠环境的 是要靠环境的 因为他没有血液 就是他不是好像 就是他自己没有一个恒温的 那他的体温呢 是要视乎周围的环境的 那好了 那他这位Professor Krueger呢 就用蜥蜴呢 就是第一 就将他整病他先 嗯嗯嗯 那整病了之后呢 将不同的 不同的组 群组的蜥蜴呢 就放在不同温度的 的空间 是 那就是因为他的温度 是要靠外面的 是 那你给他一间 凉的房间 那他温度就不会高 是 那你给他一些 温度高一点的房间 那他看温度会高 嗯 那这个实验呢 就是因为用良血动物的造 可以控制那个动物的 能够体温 是 那他发现呢 如果他将那个蜥蜴呢 那个温度呢 是 控制在某一个低的程度 就是不让他温度提升呢 嗯 很多蜥蜴就会病死的 嗯 因为他用一些感染了他之后 那他病死的 但是如果他能够 将那个蜥蜴的体温呢 是在一个暖的房间呢 令到他的体温提升呢 嗯 那些病呢 那个死亡率就大大减低的 嗯 那就是基本上呢 你的温度比他发烧得越高呢 其实呢 他那些病就会全全满 是 即他的生存就更高 那他除了 是的 除了用那个蜥蜴呢 他用其他的动物啊 小鼠啊 就是 就是 反复做过 做过其他形式的动物啊 鱼啊 之类的 那他最后的结论呢 就说呢 其实呢 我们身体呢 是靠发烧去医病的 嗯 如果你不懂发烧呢 你就差不多都是大祸的了 是的 好了 那这个是70年代的资料 嗯 那但是最近然呢 直接呢 是发展到呢 对付癌细胞 嗯 那最近的资料发现呢 如果你能够 能够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个温度提升的方法呢 来消那些癌细胞呢 那些癌细胞呢 那些癌细胞就很快死的 就是你 你在加热之下呢 那些癌细胞就很容易死的 那他其中现在 过去曾经这样做啦 就用辐射 但是呢 放射 放射 那他发现呢 如果你用那个 先把那个癌细胞的肿瘤呢 那个温度 加热之后呢 那再去放射治疗呢 那你是 比较低一点的 放射线的 放射线的分量呢 都可以杀死那些癌细胞 那就是他说呢 有效率呢 可以增加到30% 好了 那 那原来我们发现呢 那温度呢 如果你能够将那个癌细胞的温度呢 去到一百零 华视一百零四到一百零五点八呢 其实那些癌细胞就被直接消死 直接直接杀死 是是 那就是说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升很多的 就是你只要将那个 那个身体的那个细胞呢 那个癌细胞呢 升到那么上下 升一些呢 那那个癌细胞就很容易被其他的 简单的方法杀死 那 那到底是 就是在做什么呢 那我们简单来说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就是 那个高温治疗呢 是一种排毒的机制 那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会去什么 去桑拿房啊 去浸 浸水啊 是 希望在过程里面呢 就会出汗 是 是 那就是说呢 譬如好像乳癌的病人呢 我们都很建议呢 自己有机会去多些桑拿 那身体呢 就可以无寒 一种排毒的方法 是 是 好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温度呢 是本身已经可以 可以直接去杀菌 杀死癌细胞的 那但是呢 我身体要有一种 就是恒温的能力 是啊 就是你把身体 焗得很热呢 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你的身体会发烧 出汗 出汗 減低 減低的所谓正常 那变得很难呢 是可以呢 是持续地呢 是将身体呢 是提升到你所需要的 的温度 比如104度到105.8度 那当然呢 如果摄得太高呢 那人可能都不舒服啊 嗯嗯 好了 那现在我们在医癌的方面呢 是原来呢 是 过去一直呢 是有一种的 叫做高温治癌的手法 嗯 那我最近在德国呢 去参观一个 一间医院 那他们呢 其中呢 是全部都是用自然的方法医病的 是 是 虽然他们的医生全都是西医来的 是 但是他们用的方法呢 就不是用去倒化尿电疗的了 那他们呢 就用的是高温治疗 那我去参观的时候呢 我见到他们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整个身体加温 是 整个身体加温 因为有时候这些癌的东西不是局部的嘛 是 身体每个地方 每个身体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癌细胞的 那所以呢 他就用整体的高温治疗的 那 那 还有些仪器呢 就是局部的 那其中我见到一个 有一个病人呢 他应该是那些 可能子宮癌那些 那样 那那个 那一块仪器呢 就在腹部上面 那中间呢 就有一个水 水袋那样的 那就是 你要看到呢 那表面是不热的 但是呢 它热呢 就在里面的 那通常他在这种情况用什么呢 他有时候用那些超音波的 你这样知道超音波呢 都要隔水的 是 或者用一些 gel 那有时候呢 就直接就是什么呢 用微波 你知道了 微波可以煮食的 那他用这个方法呢 就是 深入去的 那其实呢 在医学上呢 用温度治疗呢 一程都有的 我们公司过去 有一个很简单的 叫透热治疗 是 那就是呢 一种电视红波呢 就可以在外面 就是一块 一个 一个 两个 比如 那人有呼吸系统问题 有肺炎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呢 就将肺的组织呢 是加热的 那这种一种透热的治疗 那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很多 就是不同的程度呢 可以用的温度呢 是治疗 就是多种的病 包括癌症在内 那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要知道呢 因为肿瘤呢 肿瘤呢 跟一般的正常的组织 有些不同的 嗯 肿瘤呢 通常那个血液循环呢 是相应呢 是比较慢了一些的 差一些的 ok 所以呢 肿瘤呢 生液的能力呢 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如果我用一些这样的 高温的治疗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它的温度呢 是会提升得很快 是是 那 我知道呢 这些这样的 所以这些这样的癌的细胞呢 就是对那个热力呢 是特别呢 是敏感一点 是 ok 好了 那这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呢 在外国已经很多的 那 正常的 的癌细胞呢 就会 就是会 受到热也好 受到一般的放射呢 那它会很快去 就是会 会进行康复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温度一提升呢 它那种康复的机制呢 是会受影响的 嗯 其中呢 所以也是在 在美国的 Duke University 一个好出名的 医学院呢 是在德ET勤uti的 那他就用一些 在进行不同的研究 用高温治疗呢 是这一些 名医药那些 那些 得那些 比如那些 伏法性的痒痒 很多的女性就以為過了就沒事 一年兩年就立即復發 他們就已經進行高溫治療 就是說這種治療的方法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 我相信香港其實都有的 我曾經有時在報章上都聽到 他們會用高溫治療治療這些乳癌 我們現在發現 這個治療的整個機制是怎樣的呢 我們知道溫度會令到我們身體的分子 和原子不斷地震盪 當然溫度比較高就會震盪得快 其實我們身體就像Professor Kruger 1970年的研究 其實我們身體會製造一些加溫的方法 對付一些病毒 細菌和不同的東西 我們知道尤其是小朋友 往往有病 通常會第一件事出現什麼呢 就會發燒 為什麼十分仔會這麼容易發燒呢 很明顯發燒是一種自己身體防禦的機制 那嬰兒子和大人的不同呢 大人就經過很多場戰爭 身體有可能的白血球 可能其他免疫的蛋白球 過去的經歷是增加了的 但是嬰兒子未經過這麼多病之前 他其實唯一最原始的醫病方法 就是發燒了 所以你看到 嬰兒子一有事 他第一件事就會發燒 OK 當然簡單來說 發燒也會令你排汗 在皮膚上 將很多身體的主床 脂肪的發酷物質 那些殘餘的藥物 是幫你清除了它的 嗯 好了 在我們的研究裏面發現 當我們的身體的溫度升的時候 我們身體有出現了一系列的 心理上的反應 其中一個就是什麼呢 它就會增加抗體 是 還有增加一種干擾素 interferon 這種蛋白質 通常在我身體受了病毒侵犯的時候 身體會產生這些干擾素 但是在醫療方面 我都有用這些干擾素去治療 OK 所以你看到 在過去裏面 其實不同的方法 都應用在不同的感染的問題 是 OK 哇 都很精彩 我們都要重新考慮一下 了解一下我們身體出現了發燒的情況 其實是 會我們留意我們身體的 發出一個警訊 一個警號 讓我們知道身體需要你的特別照顧 好 這節的時間我們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 繼續為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高溫致癌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網址 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高溫致癌 袁醫生在上一節 你也解釋得很清楚給我們聽 原來當我們身體 提升了體溫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有很多抗體 這些可以用來致病等等 我也記得我們小時候 如果有些不舒服的感冒 或者一些情況之下 家人都會幫我們 用一些方法令我們出汗 例如我們被迫著大棉皮 等我們去休息睡覺 以前也聽過 袁醫生經常會教病人 喝點熱水 來提升體溫等等 其實通常有什麼方法 或者在我們的診所 在醫療上 可以幫病人 如何有效地提升體溫 達到治病的功效呢 我相信在我們 認識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或者在過去成為我們的病人 我們幫過他很多 在這方面 我通常都建議浸浴 通常建議他在家裡 開光熱水浸浴 當然 但很可惜 香港很多人 本來有浴缸都產了 他不知為什麼 他覺得浴缸是不方便 所以很多家庭是沒有浴缸的 其實有一個浴缸是很方便的 因為很多治療 是可以用浸浴的方法 我通常如果家裡還有浴缸 當然就用熱水浸浴 在熱水中 我通常叫他加些瀉鹽 一杯瀉鹽 或者加一杯梳打粉 沾到肉那裡 就會加強排毒的功能 在醫學上我們還發現 如果我們吃一些洋蔥素 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抑制激素的排放 激素是一種敏感的全大物質 原來如果你是用激素的胡蘿蔔素 可以在這方面幫助我們身體 就不會出現這麼多敏感的反應 原來亦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將那些乳酸 抑制癌細胞的乳酸 就離開癌細胞 我知道乳酸是會令到細胞會酸化的 如果你能夠把那些乳酸困住在癌細胞 在癌細胞變成酸的環境 在這種環境之下 癌細胞就很難生存 很難分化成長 即是說 簡單我們都可以想想這些 簡單的浸浴方法 當然如果你是沒有浸浴的 有些人就會用鹽毛巾敷 例如我們的公司診所裏面 我們都有一種特別的儀器 其中是透熱治療 這是很明顯的 可以將身體內面的溫度提升 我記得十多年前 我聽過一些資料 關於澳洲 Perv的地方 有一位醫生 他用了電台的電腦 即是直接 那種頻率 來產生一些電磁場的能量 是用來治癌症的 即是很明顯 他都是用這些電磁場波 將身體的癌細胞加溫 香港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去桑拿 很多桑拿都強調 它是用航外線的 也有些人用航外線的床褥 但航外線的床褥 是將身體溫度增加多少 都很難說 所以我看到 有些人就用暖水袋 去桑拿房 紅外線的床褥 來企圖 將身體的體溫提升 當醫療的層次來講 我們有時候 會用一些比較高科技的工具 譬如有些是超音波 或者微波 我最近也發現有一個儀器 叫做泰克的磁療波 其實它是一種 一種治療的熱流氣場 可以照射到身體裡 最重要的是 不是讓身體外面發熱 而是讓身體內的組織發熱 它的滲透度 都可以進入身體 這也是我們用來作為一種高溫治療的方法 我們研究都發現 原來高溫可以刺激我們身體免疫能力 怎麼知道呢 原來很多時候 在接受高溫之後 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是做完治療之後 就會跌一跌 然後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提升 大家知道白血球的作用是什麼 是一種免疫能力 可以幫助我們 增加我們那個免疫的打鬥力 但是我們曾經所說 很多時候 它會在初初做的時候 白血球數字會先跌一跌 然後幾個小時之後都會升 然後有人開始發現 如果你可以用西伯利亞人生 可以阻止白血球早期跌落 就是稍微跌 我知道很多年前 中國有一個公司 研發了一種人生 聲稱對癌方面特別有效 好了 還有一個研究發現 如果在高溫治療之下 身體就會出現白血球 就是白細胞介素1 就是Interleukin-1 通常在身體 遇到很多感染、發炎 或者有些免疫的問題之下 身體就會產生的 在全身高溫治療之下 在全身高溫治療之下 我們身體會產生多很多 這些白細胞介素 interleukin-1 這個很明顯 這是一個免疫的反應 還有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能夠把身體的溫度 提升10度左右 不是太多 我們身體的身體 會增加100% 這麼多 當然我們很少能夠把身體 升10度 溫度太厲害了 但你只要把身體 由98.6度 即華視下 到104度 我們的身體 新藤代謝 可以加到30% 即是這裡 新藤代謝 一加速 我們的免疫活動 亦相應是加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 高溫治療 是被認為 在很多醫癌中心 發現 它是一個 差不多最重要的醫癌工具 在我們的中心 我們都是用高溫之下 然後用一些 增強免疫的營養素 特別的工具 在德國 我看到 他們都跟我說 他們的重心工具 都是高溫 接著 它就注射很多 免疫的草藥 之類 所以高溫是一個 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了解 在中醫對癌症的觀點 他們都發現 癌症是一種 寒濕 內聚 時間久了 就形成腫快 如果這個 就是現在所說的 為什麼高溫治療 能夠幫助這些癌的病人 其實是相同的 很配合 沒錯 因為中醫方面 是一個 阻滯和濕的情況 你用高溫 將它化解回去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很配合到這個 所以現在其實 在我們不斷的日常 我們的活動方面 都可以提升到 我們的體溫 其實都是有助健康的方面 我們真的不需要擔心 究竟我們的體溫提升 或者是小朋友的發燒 甚至乎 所以成年人 我們都很少聽到 有人說經常發燒 那些方面 其實就是 漸年底成年人 對於提升體溫的機制 就弱了下來 所以令到 有時候身體 就會出現了很多 這些病毒 這些問題 是嗎 是的 所以我們 很多健康中心 都有很多這些設施 就是用蒸氣肉 或者乾的桑拿肉 其實確實對我們的身體 是有防癌的作用 是的 所以定期的室外 曬太陽 運動等等 都令到我們的身體 體溫的調節 可以懂得提升它 沒錯 正常提升了的時候 我們發汗又可以降溫 這個循環 令到我們的身體 在正常的調節之間 排毒 排毒 但是你的身體 能夠將溫度提升 肯定將癌細胞 可以直接消滅 嗯 好 這次我們也很感謝 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有用的一個資訊 令到我們對於發燒 事實上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不需要那麼擔心 所以家長也都 將來你看到你的小朋友 真的會發燒 甚至乎你自己有發燒的時候 可以靜下來想一想 不是需要一個擔心的事情 好 今天我們多謝 袁先生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